还有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而引起的争执 在晚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几个朋友在一块儿玩 我说等会儿再给回电话 10天多我给她打电话 电话一直在通话 快到12天了我才打通 我问她谁给打的 她说是我妈给打的 我说不可能 我妈一般8天都是睡的 她就是说她是一个外省打的 最后我问她外省了 她外省也没有给打 我问她谁打的 她也不给我说 所以你怀疑她 对 你觉得会是谁 我就是怀疑不知道是谁 你心里会觉得这个人 我怀疑可能是她一个网友吧 网友 对 因为不然她算不着要跟你撒谎对吗 对 那时候通话都是我姐姐和我外省 除了这件事情 你还觉得你们之间有哪些事情不对劲 有时候比如说中午 下面打电话的时候 电话在通话 过分应该打 又能打通 就是总是会有人在跟她打电话 对 我问她是见话几个回事 她要么说见话没见 要么说是信号不行 你相信她吗 不相信 你刚才说 你后来联系到她一个新的号码 对 你查了那个号码在唐山 对 她的这个电话号码是留的她的名字吗 不是她的名字 是谁的 是别人的名字 一个姓 姓 姓严的吧 有点疑惑 就是如果说妻子真的是 像你猜测了那样 你担心她在外面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 那她干嘛还要回来给你往回打个电话 这不等于是欲盖弥彰吗 就是假如说她要真的有什么想法的话 那干脆自己一个人跑掉了 或者说带着孩子跑掉了就算了嘛 她干嘛一定要说 我又给你留了这么多线索出来 她说她在那边没有钱 让我给我打钱过去 那唐山的电话是怎么回事 唐山电话是最后她那个 在家那个号码停机了 在那办那个 可是她在北京 她为什么会给你一个唐山的电话呢 你不觉得是疑问吗 就在我提出来之前 那你不觉得这是疑问吗 对对 我都以为 那这些疑问你没问过她吗 她不跟我说 她说她的事情用不着我关